新闻来源 新京报 近日 河北省苍州市宿宁县窝北镇窝北村 宿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抗日烈士遗骸进行发掘时 发现一张夹在镜子中的年轻女子照片 镜子被烈士握在手中 放于胸前 4月18日 新京报记者从宿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 当地已提取部分烈士遗骨的DNA 接下来将开展为烈士寻亲工作 照片被烈士握在手中 放于胸前 窝北村村西有一座82年前的烈士墓 平日由当地村民自发照看维护 今年4月9日起 宿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计划将此墓牵制宿宁烈士陵园 以便加强零散烈士设施管理 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4月10日 烈士遗骸发掘工作如常进行 工作人员正在第31号烈士墓一层层梳理烈士遗骸 苏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幽浮科科长王亚伦回忆 一名工人先发现了头盖骨 顺着往下挖 发现了肩膀 肋骨 这名细心的工人一点点扫去遗骸上的土 逐渐的 一具完整的烈士遗骸显露出来 烈士的两只胳膊交叠着搭在胸前 胸前放着一个物件 工作人员拿出来后 发现是一枚小镜子 而在镜子背面 加有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 工作人员立即进行了现场拍照 后将照片封存到密封袋中 王亚伦接到现场工作人员告知的消息后 立即驱车从单位赶到烈士遗骸发掘现场 到达后 王亚伦发现周围的人都是满脸的凝重 他接过那张照片 看到了一张清秀端庄的女孩面庞 震撼 心痛 王亚伦描述自己的第一感受 随即更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 无法用语言形容 他们推断 在这名烈士牺牲前的迷留之际 拿着最牵挂的人的照片握在手里 捧在胸前 近几日 王亚伦跟媒体和其他的人讲述了很多变发觉的经历 但每次说到此处都会哽咽 王亚伦介绍 苍州市公安局已经采集了此名烈士遗骸的DNA 后续将通过中华英猎网 公布数据和照片 为烈士寻亲 为烈士寻亲 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窝北村村民们也对这座烈士牧怀有感情 王亚伦介绍 之所以将烈士牧的迁移时间选在4月9日 也是想让大家清明节祭奠过之后 再进行迁移 苏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到村里做了工作 告诉他们 将烈士们迁移到苏宁烈士陵园 让更多人祭奠和纪念他们 墓室按照1比1原样复制 并将在今年930烈士纪念日邀请村民代表 到烈士陵园祭奠烈士们 墓最先是一座土坟 2009年 苏宁县相关部门重修了墓地 加了大理石墓盖 立了碑 修建了墓前广场 每逢清明节 当地学校的孩子们都去祭奠 逢年过节 村民们也常去看看 目前的碑上记录了雪村突围战的大志经过 1942年5月1日 日军集中5万重兵 对冀中腹地开始大扫荡 在反扫荡斗争中 八路军集中军区八分区成为敌人扫荡突击的重点 同年6月8日 清华日军向宿宁县八路军所在地雪村展开猛攻 战士们奋起突围 因寡不敌众 千余名八路军指战员牺牲 王亚伦表示 不知道这里埋葬了多少名烈士 也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 只知道是八分区三十团 二十三团三营 以及警备团的战士 王亚伦曾找村里的老人了解情况 据他们讲述 当时是村民偷偷地用门板 抗袭埋葬了这些烈士 一开始是一个抗席卷一个人 后来是半个抗席卷一个人 很多人的遗谷落在一起 这也使得烈士遗谷的发掘和认定工作艰难 大部分遗谷都不完整 82年过去 工作人员只在墓中发现了少数烈士遗物 包括被泥土裹住的冒灰 喝水的茶缸 生锈的扣子 遗留的子弹等 4月14日 烈士木的迁移工作完成 王亚伦介绍 部分完整烈士遗谷已被提取DNA 以便进入DNA库 帮他们寻找家属 王亚伦表示 为烈士寻亲的难度很大 烈士牺牲的时候都很年轻 如果后人有意识寻找 会容易很多 但如果没有后人 寻找的难度更大